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课 土巴勒的生存之道 作者刘克湘 今天我们的上课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 老师会介绍什么是土巴勒 第二 老师会跟你们说这篇文章 文章出处 第三个 我们从课文前三段来找一找 作者是如何发现土巴勒的 什么是土巴勒呢? 巴勒原来的名字叫做藩石流 闽南语称藩石流为 巴勒 拿巴勒 或者是 拿巴 因为跟巴勒这两个字非常的接近 所以以巴勒两个字来取代巴勒 台湾的藩石流曾经被称为穷人的苹果 在台湾栽培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清代台湾的藩石流大多都是野生的 味道苦 色 甘 甜 不太一致 为什么被称为穷人的苹果呢? 因为巴勒的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哪一种最多呢? 维生素C是最多的 它是柳成的三倍以上 所以注重养生的现代人 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好水果 各位同学也可以多多食用哦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翻字呢? 原来它是产于中南美洲 所以呢会用翻这个字来秘密 可见呢它是外来的物种 后来在台湾呢不变的栽种 品种呢经过很多次的演化 果实呢现在含有丰富的营养 吃起来呢清脆美味 那么土巴勒为什么要加一个土字呢? 意思是指没有经过现代农业技术改良的品种 就叫做土巴勒 那什么叫改良呢? 改良就是改变事物 让它更加优良的意思就是改良 所以土巴勒加个土 就是指这个巴勒是没有经过改良的品种 这样对土巴勒有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我们认识了土巴勒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作者介绍 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35页 作者刘克湘 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湘就是辅佐筑成的意思 我们常说湘住 湘里共湘盛举 刘克湘他是台中人 民国46年出生 他是念新闻系毕业的 曾经担任报社编辑 现在是中央通讯社的董事长 刘克湘呢 长期从事自然观察 古道探勘 什么是探勘呢? 探勘 探勘 寻计划 判验能源 矿产 路线或未被发掘的各种地理现象 例如 政府派遣专家四处探勘石油矿 以开发能源 这样懂探勘的意思了吗? 柳克湘呢 年轻的时候 大多会观察 鸟类 生态 后来也会观察 花草 虫兽 乃至于市井日常 他善于发掘 事物的趣味 抒发他个人独特的观点 那什么是市井呢? 市井就是市集或街道 以前的人常常聚集在市场 或者一口井 水的旁边 大家一起聊天 一起讲八卦 所以把市井 市集或街道的意思 写在课本上 柳克湘曾经获得 时报文学奖 无三连奖 著有散文集 山华麻家书 男人的菜市场 诗集有飘鸟的故乡 小说有蜂鸟 皮诺茶等等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我们本文就是选字 男人的菜市场 这本书 对柳克湘 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认识了呢? 本文选字 男人的菜市场 作者 堂堂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他会喜欢去买菜呢? 我们来看一段小影片 就知道 为什么他会喜欢去买菜了 我觉得你这样讲的让我觉得好像心态 你可以在那些看起来很平凡的 或是我们一般都忽略到他的存在 跟他背后的那样一个脉络 你一看就可以去了解 是你有跟大量的 就是之前的一个经验有关 然后或是说 你有大量的跟他们聊天口访当中 获得这样的资讯吗? 我一定要 我很喜欢去买菜的时候 跟卖菜的人聊天 最好是当 他会直接种菜 他会有时间理你吗? 他会不知道你是大作家 有客向 没有没有 他不认识 通常这些阿公阿嬷 但是有分别 我常常说买这个菜像做台会 开玩笑说 你买一把 你如果在南门市场 古林市场买一把 他大概跟你聊一分钟 他就觉得不能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人家来来 可是如果到了大西 会跟你聊十五分钟 因为他比较远一点 可是到埔里可能半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他会越远 因为他知道你坐高铁去了吗? 不是 就是越南部 他越客气 所以你到黄春 他可能就是 你买了一把 跟他聊半个小时 他还在拿另外一个东西 再送给你 就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越偏远的地方 人对你越客气 那还有一个是 你买一把菜 如果是一个专门种的人 你买了一把 他跟你聊个十分钟 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问的东西都是人家 没有问的 他会有一种 有一种成就感 他有成就感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很多 然后你们想想看 如果这个人卖菜 种菜 他自己种了三十年 那跟你讲 我种的菜是怎么种 他把他三十年 进去告诉你 有很多东西 我到台大的农艺系 还学不到这些 可是这个老人会告诉我 你说我的买菜会不快乐吗? 我当然很快乐 我当然想要去啊 为什么? 我才不要让我太太去 我抢着要去买 买回来给他做 因为我觉得我学了很多啊 对对对 我很享受这个 是 所以我每次去旅行 我太太都很担心 因为每次我会来 背包里面一拉开来 不是什么特产 都是一把一把的蔬菜 然后他还是要换 留了很多的 这个叫home work 家庭作业 他得做这样子 我太习惯 然后跟我讨论对话 觉得这些菜怎么会有 因为他到 我买回来的菜 通常都是 他在大卖场 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或者买到也不一样 我在大卖场 我买到的地瓜叶永远是有一种 可是你到了传统菜市场去 你可能会买到四种到五种 没错 那这些地瓜叶为什么 他没有 为什么传统市场会有 或者这些地瓜叶跟大卖场的 不一样在哪里 这个都有学问 这个就要慢慢地累计 笔记 这个东西都会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 看完影片 我们知道 作者为什么会喜欢去买菜呢 因为买菜是一门学问 不一定是书本会教给你的大学问哦 而是要亲自去观察 与体会 作者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乐趣 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第一段 请翻开课本36页 我们请个同学来朗读这一段 历秋时节 社区中庭的土巴勒 有几颗果实逐渐转黄了 此后大约有两个月的成熟期 若不灾时 就得等到明年夏天 非常谢谢这位同学 从第一段 我们就可以看出 土巴勒成熟的时节 是什么时候呢 是立秋 就是秋天 作者在哪里发现它的呢 在它居住的社区中庭 有几颗果实 逐渐转黄了 课本有一个注释 叫立秋 什么是立秋呢 立秋指的是24节气之一 在国立的8月7日 8日或9日这几天 讲会了吗 若不灾时呢 就要等明年夏天 才能灾古巴勒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我们再请个同学来朗读第二段 谢谢这位同学 我们来看第二段 有两个字音要特别注意 就是结石雷雷的雷 写上去是第二声 还有赤裂的赤 写第四声 写在课本上 还有三个注释 雷雷 白露跟赤裂 是什么意思呢 结石雷雷 是形容果实 繁多的样子 白露一样也是24节气之一 在国立的9月7日8日或9日这几天 那什么叫赤裂呢 是指旺盛的样子 这样子会了吗 接着我们再来看 作者使用了什么写作手法呢 这一个小段落 作者用视觉模写来写土巴勒 乳黄的果实 用颜色来书写他的果实 写在课本上哦 这里有视觉模写 接着我们来翻开36页 我们来看第三段 我们再请一个同学来朗读第三段 通常掉落的多半已熟烂 落于地面时 肉浆散射 腐熟的浓郁果香也跟着四溢 刹是好闻 纵使没有熟果掉落 站在巴勒树下 闭上眼 深呼吸 照样闻得到那种质负的香气 笼罩整个空间 谢谢这位同学 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有几个特别的词语要写在课本上 什么是浓郁呢 浓郁是香气浓烈的意思 写在课本上哦 照样就是还是依旧的意思 质负呢 指的是朴实无华 那什么叫笼罩呢 笼罩就是覆盖的意思 记得写在课本上哦 那作者用了哪些写错手法呢 有没有看到这一些小段落 作者用了视觉模写 他在写土巴勒的果实掉落地面的时候 肉浆散射 还有吗 复收的浓郁果香 所以这里写的是嗅觉模写 记得写在课本上哦 还有吗 深呼吸照样闻得到那种质负的香气 一样也是用嗅觉模写 来写土巴勒的那种香气 笼罩在社区的那个空间里面 讲会了没有 再来看一看 这一段有一个第五的注释 杀氏好文 杀氏是什么意思呢 杀氏是非常十分的意思 我们平常说 杀费苦心 就是极费心思的意思 这样有问题呢 接下来是老师的提问时间 请各位同学跟着老师想一想 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 请问根据本文 土巴勒成熟的季节在什么时候呢 答案是秋天 第一段就写到历秋时节 所以成熟的季节是在秋天 那有哪些文句可以推知 土巴勒成熟的季节是在秋天呢 文中有写到 历秋时节 社区中庭的土巴勒 有几颗果实逐渐转黄了 文中还有写到 白鹿时愈发次裂 每天都有乳黄的果实掉落下来 从这两个地方可以推知 土巴勒成熟的季节是在秋天 因为历秋跟白鹿都是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部分 而且是属于秋天 请问作者如何描述熟烂的土巴勒 掉落地面的样态呢 他写到肉浆散射 腐熟的浓郁果香也跟着四溢 煞事好闻 这样会了吗 你的答案是不是跟老师也一样呢 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 今天老师上课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 什么是土巴勒呢 土巴勒是 没有经过改良的巴勒 就称为土巴勒 那么本文的文章出处 是来自于刘克香的哪一本书呢 男人的菜市场 课文前三段 我们可以知道 作者如何发现土巴勒呢 他是在秋天时期 也就是历秋的时候 在居住的社区中庭 发现了土巴勒 今天的重点你都学会了吗 谢谢各位同学的观赏 记得要看第二节哦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下课咯 我发现了